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就是這個格式的問題 因為你要做動畫 做動畫的話 請問需不需要圖片 要 所以呢 我們這裡有幾個 咦 啾啾雪有來過我們這裡 有人有參加過那一場嗎 咦 啾啾雪在台中啊 他是YouTuber 他有講了兩個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可以看一下 因為我們要做圖片的話呢 有一個很重要的 這三個格式你要認識 這三個 JPG JPEG GIF 還有PNG 好 尤其是最後面這個PNG 這個是很重要的我們現在圖片的格式 那一般來講 像各位我們生活中最常用到的 你應該就是JPEG 對不對 因為所有相機拍下來預設都是它嘛 除非你的是五位數起跳的 五位數起跳是肉檔 好 你可以比較高 但是一般的都是JPEG 那為什麼JPEG那麼流行 因為它有它的優點 體積小 就檔案小 所以早期因為記憶卡沒有那麼多 那當然就需要體積小一點 可是它的缺點也就是因為這樣 因為它的壓縮技術是屬於破壞性的壓縮 所以說如果你用JPEG 你越存越多次的字 越多次的話 不好意思齁 因為那個字太多 我可以註英文嗎 哈哈哈哈 就是破壞性的壓縮 所以你JPEG的格式你存越多次 你會發現存這種格式它每次都問你壓縮百分比多少嗎 即使你是百分比百還是有東西丟掉 所以會越存越差 越存越差 那它的優點當然就是我們剛剛講的檔案 因為壓縮之後確實可以變小 那麼它的圖片呢 它有一個特性 這個啾啾寫的有興趣各位再進去看就好了 我就先解釋這樣比較快 就是JPEG比較適合什麼 像我們現在這種現場的照片 因為它對漸層處理特別好 就顏色豐富的 比如照片是不是1677萬色我們講的全彩 所以對漸層像彩虹那些就是處理的很OK 可是它有個缺點對於什麼 色塊不OK 比如說像我們常見的LOGO 還有像這種圖有沒有 像這種畫面的圖 它就比較遜 它就比較遜 你會很明顯看到它的就是 中間有雜點 中間有雜點 那相對的 相對的 我們如果是JPEG 這個的話呢 它比較可憐 它最少兩個顏色 最多二五六色 事實上JPEG也是最早在網際網路上 會動的圖片格式 會動的圖片格式 所以它的優點就是它可以做動畫 各位不覺得最近它又 好像又復活了嗎 因為Flash不行了 原本Flash出來的 它就被打趴了 可是現在Flash不行了 它又回來了 所以成也Flash 敗也Flash 那它的優點就在於它可以做動畫 第二個 它可以做透明度 也就是說GIF其實可以做一個顏色的透明 只是它的透明效果當然就不是那麼好 我想各位如果有用過Office裡面 有一個叫設定為透明 有沒有 那個點一下 就某個顏色變透明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 旁邊都稍微這樣 一點一點 不是那麼乾淨 大部分 就是因為它只能設一個顏色的透明 那再來當然它可以做動畫以外呢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它對於我們一般的色塊 所謂的Logo 像我們一般那種Logo 有沒有像這種Logo Logo大部分都是顏色不多的 對不對 所以說它對這種Logo的塗檔 其實也處理的效果很好 那我們再來介紹一下這個PNG PNG的話你把它點進去 這是維基百科上面的 好 那這個PNG的格式呢 事實上 你可以看一下它的縮寫就是這個 可惜式的網路圖片格式 所以如果你用Win10 或者Win8 它可能你會發現 微軟它預設存檔 它叫做可惜式圖片或網路圖片 它沒有用英文 它翻譯中文還真的翻得很好 連這個都把它翻掉了 Portable Network Graphics 所以你可以知道它就針對什麼 網路而來 好網路而來 那現在它也是我們HTML5 網頁技術的標準 網頁上標準的點證圖 點證圖 那最重要的是 我們剛剛講的JPEG 它擅長處理什麼 漸層照片 對不對 GIP擅長處理色塊 可是它又顏色不足 所以呢 PNG其實原本它就是希望能夠 把這兩個取代掉 等於說我就整合它 整合它 所以呢 其實它的優點就是 這兩個的優點 它就把它整合在一起了 那麼 有一個它做不到的 就是它不能做動畫 哈哈 它沒有辦法做動畫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 GIP又可以回來了嗎 好這有它的優點 但是呢 它另外一個很大的優點是 因為呢 不管你是做簡報也好 我們做動畫要不要做去背 要 當然 我們現在虛擬攝影棚 我這個是即時的嘛 對不對 可是 如果你真的有需要一些圖檔進來 比如說像你現在看到這個桌子 有沒有 講桌 這個就是去背的 所以我就點到它 啊 這樣我就曝光了 有沒有 哈哈 這樣是不是有透明 對不對 而且你有沒有看到這裡有陰影 我有做陰影 那這個就是我們講的 剛剛呢 GIP只能設一種顏色的透明 可是我們PNG的這個透明 它最 它是256種顏色 所以呢 除了完全透明不透明 還有你可以看到這種叫半透明 包括什麼陰影 它都可以做 所以為什麼這個格式 我們一定要跟各位講 是因為 因為我們在做動畫的時候 它也是很重要的 好 它也是很重要 因為你這樣才有辦法跟你的背景 是不是做融合 對不對 好 所以去背的部分 為什麼一定要先在這邊 跟各位打一下預防針 因為你要先了解一下 為什麼我們要這種格式 那麼再來 我們剛剛講的 現在Flash不行了 對不對 那Flash你知道它是相亮的 相亮的 放大縮小不思針 那它的接班人是誰 在這邊 在這邊 叫做SVG 那麼 我們剛剛提到 PNG是現在新的HTML網頁標準的 什麼 點證圖 那SVG呢 就是現在HTML標準的相亮圖檔 所以你用瀏覽器就可以看 就可以看 當然製作就需要相亮的工具去做 可是看的部分 你用瀏覽器就可以直接看 就可以直接看 那它也具有什麼 跟Flash一樣 就放大縮小不思針 可是當然我還是必須承認 就是Flash能夠做到很多多媒體互動 在這邊它就沒有辦法 因為畢竟它就是圖片而已 它沒有影音也沒有互動 其他的部分都要靠什麼 程式 都要靠程式 可是我們今天基本上我們做動畫 大致上還好 不太需要用到它 所以就是以它的 以它的那個什麼 向亮為主 我們只要它的圖片格式 這樣各位有沒有比較清楚一點的 有了 所以對這個 影音那個圖片格式 應該就會有稍微認識